關於這個死刑核縣 但是遭到限縮的消息 這真的讓被害者家屬們 難以接受 許多的命案 在當年也都被挖了出來 你還記得10年前 發生在高雄左營 哈囉市場的命案嗎 當時退休的施多獎女教師 遭到兇殘的嫌犯 劉志明隨機搶車 那麼當下其實還拿鐵錘重擊 搶走2000塊 丟了女教師在車上傷重死亡 劉志明明明五都判死 但是7月的時候 跟四省卻改判無期徒刑 憲法法庭現在又限縮死刑 讓他的先生痛批 這根本是在践踏被害人嫌嫌 10年前退休女教師的先生 在殯儀館內 忍不住的痛哭失聲 因為妻子只是開車 到哈魯市場買菜 卻碰到兇嫌 劉志明為了找女友談判 隨機搶走車 拿鐵錘重擊女教師的頭部 搶走2000元 再把他丟在車上等死 等了家屬走到車時 女教師早已傷重死亡 一家人沉浸在哀痛中 我的小孩都離家了 回來就看到那個傷心的家 我也搬家了 但是我那個家我捨不得賣掉 因為是我跟我太太共同奮鬥出來的 而10年後的憲法限縮死刑 再一次重擊他的心 踐踏被害人的鮮血 在那邊披著繳人權的外衣 在那邊踐踏被害人的人權 在那邊遂行自己的私利 碰到了這種意外 他假如說還戰爭會死 我拿箱跪著跟他拜拜 尊敬他 恭敬他 讚嘆他 不只失去之愛 更折磨受害家屬的是 10年來的司法審判 凶陷一審到更三審 五度判處死刑 但是今年7月的更四審 卻認為是隨機不是續機 有改過的可能改判無期徒刑 現在要碰上大法官釋憲 線索死刑的適用範圍 真的叫先生憤恨不已 10年來司法審判 對被害家屬的折磨 現在又加上死刑事件的結果 讓被害家屬搖頭 什麼時候能等到正義伸張了一天 東森新聞張四嫻黃 瑞玲在高雄報導 好 現在認為死刑限縮 根本是實質廢死 再加上如果被判定精神狀況是有問題 是不能夠判死刑的 這些案件是嘉義的鐵路警察李承翰 在2019年在列車上遭到正姓男子 持水果刀攻擊致死 那麼凶險因為罹患思覺失調症 一審判無罪 那麼李承翰的爸爸 對於司法感到非常失望 而且還是含恨而終最後揍事了 二選法官認為兇手的控制力 並沒有完全喪失 所以改判17年 不過現在在釋憲之後 又完全不一樣了 因為犯罪者有精神障礙 所以不能夠再被判死刑 這讓李承翰的媽媽痛批 難不成現在精神疾病者犯罪 就能夠當作免死金牌嗎 還記得這一幕嗎 鐵路警察李承翰的母親 在先生的臨堂前哭紅了雙眼 因為等不到公平正義 丈夫鬱鬱寡歡 在兇手一審貨判無罪後 不久奏事 李爸爸當年為了幫兒子討到公道 拖著被出庭 胃部出現穿孔 大出血離世 兒子丈夫相繼離開 凶手因為被認定有精神疾病 只判17年 李媽媽就想問 這樣公平嗎 正信男子當年因為票物的問題 遲刀在列車上揮舞 鐵路警察李承翰遭水果刀刺死 凶手一審因為罹患思覺失調症判無罪 李爸爸為此含恨而終 二審認定控制力未完全喪失 改判17年 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 全案定驗 如今限縮死刑事件 變成有精神障礙者的免死金牌 李媽媽好不容易走出傷痛 死刑事件又一次在被害家屬的傷口上撒鹽 東森新聞吳新梅在嘉義的採訪報導 確實因為這次的死刑事件案當中 增列了一條叫做受刑能力是否缺陷 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死囚能不能夠自己理解 而確實這次在死刑事件之後 其實目前是有37名的死囚 都是可以提出非常上訴的 他們過去犯下的案子都是人神共分的案子 如果這次成功翻案的話 整個案件就可以發回更審 那麼非常高的機率 他們都有可能改判無期徒刑 而這當中其實無期徒刑 你只要服刑超過了25年 就可以申請假釋 他們這些人 都已經被關了非常多年了 目前一共有7名的死囚 已經過了假釋的門檻 還有7個人是即將期滿 一共有14個人 有非常高的機率重回社會 等於出現在你我家門旁 現在這樣子的社會網 台灣真的面對廢死準備好了嗎 29年前犯下綁架黃興建商 私票勒暑案的黃春琪和陳一龍 死刑定案近24年 隨著大法官釋憲 將修正路人勒暑殺人罪 唯一死刑認定是違憲 因此最高檢察署 將替他們提出非常上訴 如果成功翻案 代表他們可以申請假釋 有機會回歸社會 甚至出現在你我家門邊 確定他不會再殺下一個人嗎 會有點擔心吧 既然都判死刑 為什麼沒有讓他死刑 會對一些社會上的一些人 他們可能一定會害怕 被控犯下陸正綁架私票案 及保險女業務分屍案的 死刑犯邱和順 被關押在台北看守所 已經36年事關最久的死刑犯 另外像是性侵勒逼女大生的陳希青 綁架建商私票棄室的黃春旗 陳一龍 以及侵入律師事務所 強盜殺人的蕭忍俊廖嘉玲 和多次性侵殺害女乘客的徐薇展 先前被關的時間都已經超過25年 如果非常上訴過關案件發回更審 被改判無期徒刑 那麼這7人都能夠立刻申請假釋 另外還有7名死刑犯 分別關押24、23年 面對修法至少要花上兩年 他們也到了可以申請假釋的門檻 像是建商小開王宏偉 因為追求愛慕對象不馳人 不但開車衝撞還狂刺176刀 當年在法院審理時 還叫母親先別賠錢 以免到時沒了錢又沒了兒子 態度囂張 法務部一開始說不會放人 在改口會促請最高檢察署 建勤法院在撤銷死刑定驗的判決時 同時裁定羈押 連配套都沒想好 個別說未來如果翻案假釋後 需不需要電子繳僚或定期報到 以及死球會回到哪個縣市 都是未知數 台灣真的準備好了嗎 東森新聞旅程 蔡玉山在台北採訪報導 光是看這些死球過去犯下的兇嫌 殘殺的案件 你或許還不夠追星刺痛 有很多的被害者家屬 在面對這一次死刑核線 這個死刑線索情況之下 他們願意站出來再接受訪問 強調他們多麼不能夠 接受司法的判決 我們來看到這位 這是軍人黃林凱他當時不滿 遭到女朋友分手還被討錢 所以闖入對方家中 殺害他的媽媽 再勒逼女朋友洗劫一空 雖然黃林凱早在2017年 就被判死刑確定 但到現在是沒有槍決的 死者的爸爸他說 他已經苦苦等待一個公道11年了 到現在他還是等不到 等來的卻是如同廢死的司法消息 讓他難以接受他說再這樣下去 自己可能都比這位死囚先走一步 跪地哭海想要一個公道 11年前這幕讓所有人心碎 因為是幸福家庭破碎 他的女兒和太太都被殺害 狠心奪命的人是寶貝女兒前男友 黃林凱 這個就是內屬的 給他熟悉的 給他一百個死人了 解剖室外他雙手合十 希望讓凶嫌獲得制裁 因為一開始凶嫌黃林凱 和女兒是高中班隊 但到了2013年 兩人感情生變分手 在伏兵役中 黃林凱盜了女兒20萬 被催討盡痛下毒手 買童軍神闖入家中 先勒比太太後等女兒回家 再性侵殺害 你要不要跟家屬道歉啊 黃林凱你要叫媽媽來幫你求情嗎 黃林凱從一審二審到最高院都被判死刑 直到2017年終於判死刑定業 但至今又過七年人還在監獄 甚至還升起死刑事件 黃爸爸氣到眼眶犯淚 一次又一次以為司法能為妻女出口氣 但事到如今凶嫌還在喊憲法因保障人民生存權 再過十天就是妻女離世滿十一年 王爸爸一直在等黃林凱伏法的那一天 如今黃林凱還有可能提非常上訴 只能說司法為死求爭取權利 但被害者沒得選誰來還他們公道 這新聞呂家憲 彭新美 尤雅欣在台北報導 針對這次的死刑限縮等同十隻廢死 如今政壇也紛紛發生 其中最有回應力道的當然就是她 時代力量主席王婉玉 您還記得她是親眼目擊她的女兒小燈泡 遭到割喉致死 在法院判決時 其實王婉玉就曾經公開喊話 希望能夠將兇嫌判死刑 而如今現在死刑存廢事件結果出爐 王婉玉今天又被媒體問到她的看法 她坦言現今的社會是需要情緒的出口 當嫌犯被假釋出獄 但是我們的社會配套並不完善的時候 她找不到死刑以外的其他選擇 對於這樣的判決結果 她可以理解 但沒辦法支持 一位在丈夫胸前哭哭斷腸 靠著大口呼吸才不至於情緒崩潰 2016年內湖隨機砍人案 讓時代力量主席王婉玉募集 三歲女兒小燈泡被割斷喉嚨身亡 當時監視器畫面拍下 凶嫌王婉玉案發前就在巷子裡探頭探腦 最後選擇快速靠近騎著滑步車經過的小燈泡下手 犯案過程僅短短幾秒 小燈泡就在父母眼前伸手益觸 請求法院給舉行的判決 這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 公院跟一省最後辯論時 王婉玉神雷俱下首次公開要求法官 將凶嫌王婉玉判死 不過王婉玉最終因罹患思覺失調症 被判處無期徒刑 而在這回死刑存廢的事件中 憲法法庭限縮了死刑試用範圍 等於給了精神障礙者免死金牌 對於受害者家屬能接受嗎 我其實是非常尊重司法獨立性 如果我沒有辦法知道 這個人如果他假釋出獄之後 國家能夠給予他什麼樣的協助 或什麼樣的監管 那在這些配套措施沒有完成之前 我其實找不到除了疾刑之外的其他選擇 王婉玉表示他理解廢死的價值 但無法支持 投入政壇就希望能防止再有下一個受害者 不過已談到痛失愛女的這8年 他形容每年3月小燈泡的忌日 心情都很難熬 卸下堅強的外衣仍感到迷惘 所以我們理解死刑他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但是他的確會解決了一個有問題的人 可是作為一個被害人家屬 其實我常常會扪心自問的是 好 即便他處理了疾刑 又或者是處理了死刑之後 我其他的孩子就安全了嗎 老實說我是沒有辦法回應這個問題的 案件過了許多年 受害者家屬還是只能沉痛的問政府 事件結果只是一句話 但配套真的準備好了嗎 東森新聞小宇之章遠川台報道 這不是巧合 這是蓄意被埋在沙發裡頭 清潔隊在拆解的時候 發現了一個大型的舊沙發 但是裡頭夾縫當中 有個黑色襪子鼓鼓的 看起來很怪 一打開110顆子彈 清潔隊嚇壞了趕緊報警 誰有這麼多火力 警方現在已經將這個子彈 送交監視人員採證 同時成立專案小組 調閱監視器畫面 要追查沙發和子彈來源 回收場裡大型怪手用夾子 拆解收運回來的廢棄沙發 三兩下就把沙發拆解到支離破碎 但清潔隊員在整理時 竟然在沙發縫裡的一隻黑色襪子裡 發現大批子彈 我會經過拆解 去除那個鐵字的物品的部分 才能送那個無日噴化廠 在作業的時候 我們會用急劇來破壞 然後看是不是有一些鐵字的東西 我們先排除掉 在這樣子的過程中 我們同仁有發現 就是那個黑色襪子 所以黑色襪子有特別挑出來看一下 黑色襪子裡面裝了上百顆的子彈 對 清潔是這樣子沒錯 廢棄沙發居然出現大量子彈 而且放在襪子裡 把清潔隊員嚇壞立刻報警 員警也到場採證 經過清潔 90手槍子彈約80發 長槍子彈約30發 總計110發 一般家庭如果有大型廢棄物 像是家具家電需要清運 可以先打電話跟環保局清潔隊預約 再把大型廢棄物搬運到約定地點 清潔隊就會前往收運 21號下午4點多 被囤清潔隊把收運的廢棄家具 再到清淨園區 拆解整理沙發時 發現有一隻沉澱墊的襪子 拿起來一看竟然掉出上百顆子彈 是昨天下午才開始拆解的 時間還不清楚 相關的一個登記的一個資料的部分 然後我們都已經交由警方來做後續的一個偵辦 清潔隊收運廢棄家具 最常見的是藏了黃金和私房錢 發現大量彈藥是頭一次 到底這些子彈從哪來 是軍方警方還是黑道幫派所有 又或者是地下兵工廠製造 警方將釐清沙發回收時間 再運地點 調閱監視器 查出子彈所有人 追棄偵辦 東三新聞李宗憲 陳惠美在台中採訪報導